下午就要跟各位講一下水的異常現象 水不是熱脹冷縮 水在4度C的時候 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所以水在0度C結冰的時候 它結冰的時候 那麼它從4度降到0度 它是體積越大的 但是 但是 但是體積越大 然後等它結冰的時候 正常結冰式變更冷 應該要說 可是水不是 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所以冰的密度比水小 那上面有個圖看一下 但請注意 冰本身是熱脹冷縮的 冰本身是熱脹冷縮的 冰是熱脹冷縮的 OK 水是4度C的時候 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然後結冰的時候會膨脹 密度會瞬間變小 但是冰本身是熱脹冷縮的 但是我平常通常沒有問冰 沒有問冰這件事情 OK 所以第一個異常 水有兩個異常 第一個異常 結冰時體積膨脹 第二個剛剛跟你講的那個異常 4度C的時候體積最小密度最大 第二個異常 第二個異常 然後呢這個我們學測就考過了 兩個都考過了 畫不同的圖 一個是畫體積跟溫度的圖 一個是畫密度跟溫度的圖 如果是體積跟溫度該怎麼樣 4度C的時候體積會最小 密度的圖是怎樣 4度的時候會最大 這樣這兩個都考過 所以看清楚重坐標跟橫坐標 他要問什麼 然後呢 然後考試的問題就還有 這個問題就下面這個問題 就考試考過了 請問你 表面湖水跟湖底 誰的溫度高 不用背 你就只要記住 沉在最下面的密度最 大的 所以最下面幾度 4度 夏天表面10幾度 以下4度 所以表面溫度高 下面溫度低 冬天快要結冰的時候 上面只有一兩個度 零度 下面4度 所以誰的溫度高 下面溫度高 上面溫度低 你知道 你知道了 就記得4度C成在最下面 可是看看就更曉得了 就是考試這一學測也考過 就問你誰的溫度高 誰的溫度低 誰的溫度高 誰的溫度低 這就是4度C的時候 體積最小 密度大 這水的第二個異常現象 水的第二個異常現象 好 所以呢 就從表面先結冰 問學生 為什麼 為什麼浮水油表面先結冰的時候 你們通常只回答我 因為水的異常 4度C時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不只 不只是這樣 是兩個異常 是兩個異常加起來 水結冰的時候 體積會膨脹 會浮起來 不要浮起來 好 會浮起來 兩個加起來 假如說我們現在呢 我們是4度C的時候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那你現在表面 然後沉下去 沉下去 然後表面 零度一結冰 可算 如果結冰完的密度 它會怎麼樣 它會 沉下去 沉下去 到最後整個 都變 零度 沉下去 哪邊先結冰 還是底下先結冰啊 因為冰通通都會 沉下去啊 同名所語說啊 所以不只是 不只是因為 4度C時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而是兩個異常加起來 1 4度C時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2 水結冰的時候 體積會膨脹 密度會變小 兩個加起來 結果什麼結果 補水都還沒結冰 表面先結冰 表面先結冰 這也是問過的問題 好 這就是水的異常 就請你備好 4度C時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考試就是考 畫圖 問一下什麼圖 看它給的是VT圖 還是DVET圖 密度跟溫度 還是體積跟溫度 因為問你說 表面跟弧底 誰的溫度高 問這些 OK 這全部都是考過的 可以嗎 可以